要保留书法之美 新北市文化局举办2017新北市全国书法比赛 开始进行初审作业 除了来自台湾的书法高手之外 这一次首度出现了日本博士生 还有来自金门的书法好手参加角逐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整体来说我们这几年来 在我们所有的书法比赛的老师的推动 还有我们努力的宣传之下 那么我们慢慢觉得 国人大概有比较能够逐渐的去体会到 重新感受到手写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对汉字也能够越来越喜爱 已经进行第五年的书法比赛 参赛者以年龄层区分之外 还有身心疗愈住 鼓励部分年龄层来写书法放松心情 那参赛者不屑于居住在新北市 今年是首度出现了跨海季作品参赛的情况 分别有来自金门的书法高手 还有来自日本的博士生 可以看到这个写书法的民众 有越来越多的情况了 那么今年总计有1000蓝百件的参赛作品 每个主别都会至少选出20名的入围名单 预计8月20号会在新北市政府的六楼大礼堂 来进行现场决赛 并且是在9月17号进行颁奖还有展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